新北市有一间日式料理餐厅 举办了大胃王挑战赛 限时20分钟之内吃完 5碗拉面或者是冻饭就能够免单 否则要支付688元 渔民男子他很有自信前往挑战 结果没有吃完就假接要抽烟 没付钱就落跑 店家气得报警 急方巡线找到他 他坚称他不是日谋犯案 只是自己饿了两天 以为做好了准备 结果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胃 吃不完只好落跑 结果他被警方依诈欺罪送败 有抽烟 黑男子在人家店门口抽烟 但烟抽到一半团把腿狂奔 因为他参加大胃王比赛 但实在吃不下 挑战失败没付钱就逃跑 剩大概一半左右 他就知道他吃不下 他就跟那个员工讲说 他出去抽烟烟他等一下就回来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吧 又没有看到人 对然后后来一直等都等不到人 然后打他手机 我就直接被封锁 挑战的专饭 五碗配料满满满 还附了五碗汤 新北板桥日式料理店 从7月起举办活动 只要限时20分钟内 吃完五碗拉面或是专饭 就能免单 挑战失败就要付钱 原价将近800元餐点 折扣到688元 还能打包回家继续吃 当时一名国姓男子 就先打电话预约 要报名挑战专饭 结果吃了前两碗还行 到了第三碗吃不下 既然假借休息一下去门口抽烟 结果人拍拍屁股逃跑 让店家气得报警处理 经扩大调位入口监视器影像 锁定涉嫌人郭南 并通知道安说明 讯后依诈气罪 移请新北地检侦办 男子道安后 公称自己是因为 离家出走饿了两天 看到这大胃王挑战 以为自己吃得了五碗丼饭 结果高估自己的小鸟味 他还说并非预谋犯案 只是挑战失败 却没付钱 店家决定提告 吃饭完餐 踢到铁板 被依诈气罪送办 结果王敬饶永忠 新北报道